一名诚信男子日前潜入军民合用的花莲机场 空军花莲基地官兵发现后立即报警处理 航警局依国安法逮捕送办 全面清查并加强基地防御设施 空军花莲基地强调 侵入的区域属于民航局花莲航空站管理 军事设施并未遭到破坏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2号出审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加重汽车驾驶人不离让行人的罚则 罚环上限从现行的新台币3600元提高到6000元 若因为不离让行人导致重伤死亡 可以吊销驾驶执照 国民党籍新竹市议会副议长于邦彦 选前倒戈改挺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引发外界热议 选后也冲击到国民党政府议长选举 他周四在脸书贴出了退党声明书 宣布自己因为个人因素退出国民党 对此国民党新竹市党部回应 目前主委徐修睿正在全力未留 台南市金发局长陈凯玲被检举经手七股工业区开发租售管理案时 操纵散播德标厂商信用不利消息 再要求厂商拿钱摆平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利用职务榨取财务罪 周四凌晨经检方复讯后 认为他涉犯贪污罪嫌重大且逃亡灭阵之余 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 星藤也在电视整理报道